那節能其實就是這麼美好的一件事情 所以接下來有賴於政府更努力的推動 而且要更加的鼓勵我們誠意界的廠商跟朋友 大家都一起來熱情響應 接下來我們就有請我們能源局 歐加瑞 歐局長 來為我們說明整個活動的推動計劃 來 我們恭請歐局長 有請歐局長 院長 部長 各位貴賓 媒體先進 大家午安 非常高興能夠在這個場合跟各位報告 我們今年夏季推出的下入青商全民酷糧運動 各位可以從你方向的右下角看到 夏天來了 我們公園院也做了一個專業的分析 如果我們穿著輕便的服裝 那空調是可以把它濕濕的溫度 來提高到1.6度 所以如果我們可以在夏季改變穿著冷氣的溫度 來把它調整1度C的時候 剛剛各位也看到 我們每一部的這個空調機 冷氣機 可以節省6% 所以這樣一個夏季每一年 我們可以節省10億度的電 那在這樣的一個想法之下 我們如果來把它結合 各位翻向左下角的紡織頁 紡織頁有上 中 下游 從上游的設計跟布料 各位可以看到 如果我們把同時既有吸熱以及排水 而且通過我們已經驗證的這些布料 來做一個基礎 然後結合已經受到國際肯定 這是我們的國際競爭能力的設計師 以及我們把國內相關的 紡織頁的上 中 下游 來把它結合起來 那是一件多營這樣的一個策略跟措施 我們的設計師在總統夫人 以及美國歐巴馬總統的夫人 他們都是使用我們設計師 所設計出來的產品 那如果以這樣的一個基礎 再加上國內的西湖公司 把它結合起來 那我們就可以產生 在夏季典雅的一個正式湖 那同時我們的紡織頁很強 可以把我們新內的設計師 然後再結合我們的成衣廠商 同樣的在夏天 我們也可以推出既有設計感 而且可以輕鬆熱火的上班的服裝 把能源 把產業把它相輔相成 那我們可以從一個產業價值鏈 各位幻象的中間上方可以看到 紡織業的設計結合生產 然後再結合通路 把一個供給面做得很健全 比如說我們在做很多業界先進 來配合這個活動 我們今年的夏季已經有規劃 一千個祭典來設置下路青山的特期 我們希望來做這樣的一個積極推動的工作 那至於在需求面的部分 政府易不容辭 我們要來帶動 所以今天我們可以看到江院長 我們張部長也都以身作折 來這裡肯定我們今年要來推動 這樣一個節能這樣的一個青山的活動 那我們也更謝謝在座很多企業界 願意來使用這些設計的一種青山的產品 來讓我們的整個企業來響運 創造這樣的一個需求 有供給 有需求 我們自然就可以來帶動今年的夏季 酷糧的商機來振興我們的經濟 謝謝各位貴賓共襄盛級 謝謝各位 謝謝 謝謝歐局長對於夏日青山政策的詳細說明 節能可以說是一種潮流 一種fashion 有意義也有商機 而且可以創造多營 那麼接下來讓我們來恭請行政院的大家長 也就是江一華 江院長上台為我們講幾句話 恭請院長 恭請院長 經濟部張部長 人員及歐局長 各位產業界以及民間團體的代表 各位貴賓 各位媒體記者女士先生 大家午安 大家好 謝謝 今天是世界環境日 我非常高興我們經濟部人員局 選在今天舉辦這個夏日青山的記者會活動 來向我們社會各界說明我們的產業 尤其是跟紡織有關的產業 可以如何的跟我們的節能生活結合在一起 那我非常感謝我們今天在座有許許多多 包括生產端以及通路端 還有消費端的產業代表 大家都能夠出席來共襄盛舉 那同時我也必須跟各位講 今天類似這樣的活動 是我出席各種正式型的活動裡面 感覺到最開心的一次 為什麼呢 因為今天參加活動不用打領帶 不用穿西裝 我是打從心裡面跟各位做這個報告 我相信在座有許多朋友也有類似的經驗 那就是其實我們在很多時候 並不想要穿著那麼樣正式繁重的服裝 尤其是在我現在正前方就很強的煤光燈打著我 各位都知道那個溫度很高 那麼在每年的這個時候呢 我們大概就會開始展開 進入夏季的節能的時光 以行政院來講 我們從下個禮拜開始 院會就不用再穿西裝打領帶 我們也同時呢 盡量減輕我們冷度的使用量 我們會盡量使用風扇等等 來響應這個節能的生活 對我個人來講只是因為 我本來就是一個很容易流汗 也很怕熱的人 所以每一次要是出席正式的場合 雖然可能並不是那麼的這個適合 但是有時候基於這個場合的正式性 我們還是得要打領帶穿西裝 然後把自己熱得滿頭大汗 這種經驗並不好受 所以這裡我們其實就可以共同來反省一個問題 那就是究竟我們要怎麼樣來調整 我們的生活型態 讓我們自己可以生活得更舒服 但同時呢 也對整個地球的環境更友善 那大家都知道 台灣是一個自有人員非常潰滑的地方 我們98%的人員都是依賴進口 所以可能很多朋友都有注意到 前兩天就是6月2號跟6月3號 我跟經濟部的張部長 有隨同總統去走訪了我們中南部 以及北部的好多個不同的電廠 裡面有火力花電 有太陽光電 有風力 有核電等等都有 我們在這個過程之中 一直不斷的在思考在討論 我們究竟要怎麼樣在人員方面 能夠做到開源截流 以開源來講 當然最重要的就是 我們必須確保台灣的各種民生 以及產業所需要的人員 能夠供應非常的穩定 那麼由於我們不能夠把所有的人員的選項 全部壓在一種人員上面 好比說煤炭或者天然氣 所以我們跟絕大部分的國家一樣 是希望開拓我們人員的多樣性 那麼如果說就截流方面來講 我們除了去開拓人員的來源之外 我們也非常的希望全國的民眾 不管是產業業者或者是一般的民眾 都能夠響應節能減碳的生活 尤其是每年的夏天 台灣因為地處雅熱帶 夏天是非常的潮濕 炎熱 那麼平常我們用電大概就已經不少 到了夏天因為開冷氣的關係 我們的使用的電量 更是每年都頻頻串下高峰 而對整個我們的各種發電廠的 這個能量的調度跟負載 是非常非常的重的 舉個例子來講 像我們的住家 跟我們經常出入的超商 或者是便利商店 我們所謂的商業部門 整個住宅跟商業部門加起來 一年的用電 大概就將近有400億度的電量 400億度有多少呢 就相當於我們整個台灣最大的火力發電廠 就是台中火力發電廠 一年所要生產的電量 如果說我們能夠在平常 就養成節約能源的習慣 尤其在夏天 我們能夠減少對於冷氣的依賴 或者是不要那麼樣的冷的話 那麼我們就能夠創造一個 不要需求那麼高的人員的環境 而這樣子相對對我們 要去開發更多人員的壓力 也會減輕 而對整個環境來講 由於我們減少了一些人員的耗用 所以不管是在二氧化碳的排放量 或者是其他的一些空氣污染的控制上面 我們也能夠獲得更好的成績 同時對整個世界也算是做出了一個很負責任的作為 那麼在這樣的一個前提之下 當我們知道說經濟不能源級 利用今天來舉辦這樣的活動 配合各位業者的協助 還有我們主辦單位的用心 能夠經由我們設計家的巧思 設計出這麼多的合宜 而且讓大家穿著舒服的節能衫 我真的覺得非常的高興 我也希望各位 不管是在你的工作環境或住家 能夠盡量以生活自然輕便為原則 那麼盡量讓我們的冷氣不要開得太涼 我們可以把它調在一個適合的溫度 讓我們以節能的方式度過這個夏天 而且把它養成一種成為生活習慣 讓它不只是在冷氣方面 同時也在我們的其他的各種用電方面 不管是冰箱或者是洗衣機等等 我們都能夠隨時注意到節能減燙 如果這樣的話 我相信我們在追求經濟成長 並且要過一個舒服的生活的同時 也能夠對這個地球表現更大的友善 那麼最後 預祝今天的整個活動順利成功 也敬祝各位貴賓身體健康 萬事如意 謝謝 謝謝院長 也恭請院長 先幫我們留步在舞台上一下 真的院長好開心喔 您的笑容也確實比平常年輕十歲 留在舞台上要為我們主持今天的啟動儀式 我們同時邀請包括了我們經濟部的 張家柱部長有請請上台 還有我們的林國基設計師 設計師 家喻的溫小洪副總經理 訪問會的葉毅雄董事長 以及我們今天來到現場的三位 幫大家做解說的美麗的女主播 包括宇潔 易如跟凱雲 一塊上台為我們進行啟動今天的 夏日青山全民酷糧運動 有請一塊上台 請 好 那我們由李斌小姐幫我們引導一下 我們三位主播還有長官貴賓 能夠站在正確的位置 我們在舞台上幫大家看到 請大家一起在踩一個台階 站上我們的舞台 好 首先我們要恭請所有的長官 貴賓還有主播的手 先輕輕的幫我們放在這個 啟動道具的按鈕上 好 先擺一個pose喔 那麼等一下我們要全體 一起來倒數三秒鐘 我們才請所有的貴賓 幫我們同步按下按鈕 而且還要配合喊出今天的口號 這個口號是 響應夏日青山 我們節電中 響應夏日青山 我們節電中 大家準備好了嗎 好了喔 好 那接下來就請跟我一起倒數喔 3 2 1 請啟動 響應夏日青山 我們節電中 我們請台上的貴賓先把你的視線 往左邊移一下 照顧我們左邊的所有的媒體朋友們 拍個最好看的照片 視線稍微停留個五秒鐘喔 好 麻煩移到我們的正中間 好 我們照顧一下中間的所有的媒體朋友 再麻煩把我們的視線 慢慢的移向我們的右前方 同樣照顧一下我們右側的所有的媒體朋友 好 而且非常開心 大家都是見證人喔 夏日青山 全民酷糧運動 就在大家的見證之下正式展開囉 好 謝謝 十二粒掌聲 我們跟大家可以愛地球 一個小小動作 讓我們的環境大不同 謝謝我們舞台上的貴賓 還有我們美麗的主播群 可以先回座休息啦 那各位嘉賓 因為我們的江院長公務繁忙 必須要先一步 離開我們的活動現場 各位是不是能夠再一次 用最熱情的掌聲 謝謝院長 也恭送院長 謝謝院長 院長親自立臨 而且今天來到這邊 自己特別穿了一個非常清涼的襯衫 就是對於我們整個活動最棒的一個響應了 對 院長說他今天心情非常的開心喔 這樣愉悅的心情要持續一整天 一整個月或者是一整年喔 謝謝院長以最實際的行動 來力挺我們的節能運動 謝謝院長